有民眾PO出的影片 表示在屏東的內埔鄉 有警車要準備轉彎的時候 這個旁邊的住戶是幫忙指揮 才順利的轉過這一個彎 而且這旁邊剛好有個土地公廟 其實這個土地公廟 一個月之內已經被轉了三次 透過監視器畫面 其實也可以清楚看到 當時警車原本是打算 一下子就轉彎過去右轉的 但是卻是倒退路了好多次 後面的這個機車騎士 還得閃避 讓警車可以順利的右轉 前前後後花了將近一分鐘的時間 警方解釋當時是因為 這條巷子裡面剛好有民眾報案 他們必須要去協助幫忙處理案件 結果沒有想到 從這邊要轉彎的時候 真的是考驗技術 而其他當地的居民表示 因為這一個地點剛好是私人土地 而地主就在這邊蓋了一個土地公廟 不過土地公廟旁邊的這一個斑駁痕跡 看得出來經常被撞 因此當地的人都會選擇 從另外一邊來出路 避免來這一邊考技術